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摩河萨 感恩救苦救难 卢俊宏师父 我今天问我老公 对不起 我老公有点不信你 但是前几天开始你讲话 他对你的印象很好 他的业障他自己背 他告诉我如果能说信任 他肯定自己念经 他是 考验我吧 他说 他是1989年属蛇的看身体 1989年 1989年是吧 属蛇的是吧 你告诉他 记性越来越差 第二 你告诉他 他的眼睛经常有点干酸 你告诉他 他现在变得越来越sensitive 能不对吗 开玩笑了 只是他不知道 你应该知道 什么都看得出来的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他的脖子啊 颈椎这里啊 有问题 腰椎有问题 你告诉他 他有时候经常觉得 有人在说他 有人在暗中 在讲他的不好 你告诉他 你告诉他 他过去几年当中 一直做梦 做到一个亡人 一个过世的亡人 他说没有是吧 他记不住 他做梦 你问他 他有一个亲戚 是一个女的 胖胖的 头发是黑带黄的 你问他 他妈妈的 像他妈妈的谁 他妈妈是吧 他妈妈 看见了吗 经常看他 明白了吗 但是他妈妈还在世 在世 那不是他妈妈 你问问他是他妈妈的 姐姐或者妹妹 他妈妈是独生子 你问他 他妈妈是不是胖脸 是不是啊 眼睛也蛮大的 那你问 对啊 讲的都是对啊 就他妈 但是问题 他为什么他妈 他会到他身上来呢 就是两种情况 一种他妈妈 如果像植物人一样 或者长期的 瘫痪在床上 或者就是经常失忆 或者像年纪 老年痴呆一样的人 没有 他妈妈都没有 都是正常 但是他有学佛 他天天说 怎么帮人 帮他念经要吗 没有 没有帮他念经 好像天天说 帮人去鬼 或者怎么样 好了 哎 怪不得的 好了 去鬼嘛 就是说 他的魂魄 经常出去的呀 明白了 现在明白了不呢 哎呦 巫婆耶 听得懂吗 现在知道了吗 他妈妈又把他帮他了 弄到他身上去了 就是说他有药 我没明白 他是药精者吗 药精者呀 他妈妈帮人家驱鬼 他妈妈身上的鬼 就载着他妈妈的样子 到他身上来 他看见他妈妈的样子 他能接受 但是接受了他妈妈的样子之后 他妈妈身上的鬼就找他了 所以他就有点忧郁 哦 明白了 你现在知道他忧郁 是正你不知道的 所以他是有一点 有一点了 有多点呢 有一点了 我刚刚不好意思讲 给你点面子 听得懂了 翻译的时候 不要告诉他depressing 啊 讲出来了 他是有点depressed 是是是 听得懂吗 嗯 然后他就 你要给他念经呢 你不念经的话 你看他现在眼睛都亮了 他是 他有一点经常晕 然后四肢就感觉像不像自己的 对了 胸口疼 你叫他妈 不要再给他加持了 然后他老饿 老饿了 我告诉你啊 饿死鬼在身上就老饿的 拼命地吃啊吃啊吃啊 不停地吃 吃着肚子饱得不停地还吃 因为不是他要吃 是身上的饿死鬼要吃 你们听得懂吗 嗯 明白了吗 我告诉你 我讲给你听 他又有 非常的 好像自信感 但是又有自卑感 他都有 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有的时候觉得 哎呀 是是是对 看独腾 我告诉你 中国人外国人一样看 都是一个脑子 你看我现在讲了 他笑了 他现在有点像史太龙了 对不对啊 开心了 就是说他妈妈不要去鬼了 就是 当然了 看他不知道他妈妈 他妈妈去鬼 他妈妈吸人啊 是吸人是 吸人还要讲 吸人的话 去鬼了 幸福能告诉他 叫他叫他 叫他少来吧 把儿子都弄成 out bring out mental disorder 请问他 他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注意要注意睡眠 你帮他每天晚上睡眠之前 给他念七遍 大悲咒 他就会好了 好吧 七遍大悲咒 你帮他 方文 这个 对 当然 基本上 我就是 对 我说 那这 我说 我说 你帮你帮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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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